哈喽大家好 夏天快到了 我们更需要清凉消暑排毒 那苦瓜呢就有这个功效 只是它的味道太苦 好多人接受不了那个味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呢 去掉它一些苦味 加些辅料让它鲜美 今天呢我们就用肉酱 做一道酿苦瓜 我们不开油锅 也不加一滴油 我准备了半磅左右的角猪肉 一根青葱 还有两根苦瓜 买苦瓜的时候啊 我们要挑轻轻的 不要买黄黄的 黄黄的它就老了 还有就是 它上面有这种嘎嘎哒哒的嘛 这个嘎嘎哒哒的要大 要凸出来 这个一条条纹路 也要宽宽的凸出来 这样它的肉质才厚 相对也不太苦 如果你买那种皮皱皱的 平平的 那水分就会比较少 肉质还薄 相对来说还会苦一点 先把葱切成葱花 放在角肉边上 那瓜呢去头 去尾 一个瓜大概切六段 那头里细的地方呢 切长一点 中间呢 切短一点 这个白的呢 一定要弄干净 因为它很苦 只是你手要小心 你可以这样 先把刀这样伸下去 腌着边伸一圈 然后再用这个刀 在里面走一圈 这样你在修补的时候 你就方便很多了 也安全很多了 放在水里面浸泡 放些salt更好 放些盐 给它泡个十分钟这样子 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 你买回来 不要马上就做 冰箱里放个一两天 两三天 冷藏后呢 它那个苦味也会减少一点 那看到有些人啊 会把它先煮一下 煮好以后呢 苦味是会减少很多 但是你在煮的同时 你的营养也会跑掉很多 对吧 接下来我们就来调肉馅 这道菜的味道啊 很依赖肉酱 所以我们要把肉酱调好 放半个tispoon的盐 然后浅浅的半个tispoon的糖 1tispoon的白胡椒 1tispoon的cooking wine 料酒 最后用2-3个tispoon的水 或1tispoon的湿淀粉 倒入 一起搅拌 尽量不放水 或少放水 拌到它粘稠 因为你放了水以后 肉就会脏开嘛 那脏开以后呢 蒸的时候 它就会出水 还会变小 就不好看了 所以你能不放水 就尽量不要放水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了 做之前呢 我们先准备一个蒸盘 做好以后直接放上去 待会就直接上锅蒸了 把苦瓜拖在你的手指上 把肉塞进去 用力塞 把它都塞满了 把它安平 稍微有一点突出也可以 然后转过来看看 有没有地方可以需要补的 给它补满一些 这样的就是半成品了 一个一个给它塞的薄薄满满的 然后呢 矮的放边上 高高的放中间 这样看上去 是不是错落有致 很漂亮 水开就上火蒸了 中火 二十分钟 我就关火了 这道菜就完成了 谢谢大家的关注 如果喜欢 请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